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庸正的法郎才是法郎才里面最精彩 法郎才只出现在三个帝王的 就是清盛世的康庸前只出现在这三个王朝 其他的都是后方 康庸前康熙发明 但他的作品都是一些碗类的这种为主 或者一些当然也有一些橙色器 但基本上他都是以图案画为主体 但到康熙晚期的时候开始有了白地白右地的这种画法 那究竟是比较少数 然后到了雍正时期因为他的材料变多了 什么变多了呢 因为在雍正六年的时候 他发明了国产料 他说有将近二十种的这种材料他可以用 他就可以挥杀 他可以结合在什么宋画 他可以仿宋画 宋代的花鸟画 都建筑于在雍正时期的法郎才词上 而且宋画的精神跟内涵 除了宋画的这个 他的外表 他的精神内涵 包括诗书画印 试者兼备 然后到了乾隆时期 就开始又走向一些图案画 或者又走向一些什么 中西河壁 比如说画画西洋人 画画西洋风格的东西 或者中西河壁 或者用什么 西洋的绘画方法 单点透视法 还有我们中国传统书画的 这个多点透视法 有时候两者会混用 所以那时候 他这三个朝代是这样的一个 概略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白游地上做画 大概基本上是从雍正六年开始 是一个高峰 那段时间是高峰期 可是雍正之前的 雍正之前的前半段 他用的是什么 还是很多的设地 为什么 因为设地上做画 最多的是康熙 康熙时期 因为刚开始发明的时候 他白游上 做这样的一个细腻的处理 可能有困难 他用一些设地来做一些 做为他的底设 雍正成绩的康熙 他早期的时候 他还是有做了一些部分的设地 像是黄游 黄游地 黄游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黄是一个 这个 黄就是一个帝王之色 讲白一点就是帝王之色 我们懂得一点 易经方位 或者河图落书的概念的人 都晓得了 我们 河图 一六宫中水 二七同道火 三八为棚墓 四九为友金 五十同都土 他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 一六宫中水在北方 二七同道火在南方 三八为棚墓 在东方 四九为友金 在西方 五十同都土 就在中宫 中心点 中国嘛 China 中国 中国设系就是 基本上 是这样的定调 黄 在即位 在中心点的即位 在太极点的即位 一定是黄定右 我们洛书也是这样讲 戴九旅一 左三 右七 二四为阶 然后六八为足 五居中宫 五的颜色是什么 五就是什么 黄 五就是黄 好了 和督洛书 我们都这么讲 我们就说 这是想的代表皇帝的颜色 帝王之顺 尤其是在宫廷 所做的这个玉瑶厂生产的光瑶瓷器 它更毫无 毫无悬念 黄色只有帝王 只有皇帝可以用 老百姓 从明清时期 老百姓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甚至于在明代的时候 还有规定 朱卫生还有规定 那红色老百姓都不能用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帝王之色 这个黄色 所以它再一个我们这个瓶子 我们这是什么气型呢 像灯笼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灯笼瓶 你称它为一个小尊也可以 灯笼尊也可以 为什么说尊可以 它口底相弱 然后又能够容物 在青铜器的时代 那时候就称为尊 我们很多时候容器 装酒器啊 干什么都称为尊 但是你现代的人 把称为灯笼瓶 是一种延续的 什么 清朝以后的这种习惯 早期的称法是称为尊 有那个以前搞不清楚 有留言在那鬼扯一通 就是因为你要研究 中国人的东西 你必须要什么 最本受缘的 很多事你还搞得清楚 你不要一觉睡醒了 你就在那边高兴怎么讲 怎么讲 但是基本上不负责任 而且容易一笑大方 我看有人有留言 老不老心病 不是你睡觉睡了半夜起来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我们也会follow一下你的这个讯息 你是在某一方面是有优势成就 是有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就会很重视你的意见 有时候看你根本轻轻点水 那种东西就算了 尤其我们住在国外的朋友 就是学到老外的一部分的精神 勇于表达 然后表达完了就走了 轻轻点水 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子 你要 你对人家有研究的领域里面 尤其要给予尊重 除非你比他更强 否则的话尽量是吧 用一种学习的态度 对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 不是你住在国外两年 你就能够体会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 除了瓷器或者古董之外 他对其他的领域也容易发表他的一些谬论 哎呀 我们看得真瘦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一个 不管国外也好国内 大环境的现象 网络发达了 网络的时代 当然我们也要去适应它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讲几句真话 要大家都随波逐流的话 那将来就没有是非了 就没有是非了 就这个价值 就像现在的选举文化 什么的价值都被选举带着走 那没有是非没有公道 总还是要有几股清流嘛 军军什么细水没有关系 哪怕我只有十个八个 或者百八十个 或千二八百个人看到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总会发出一个 有良知的声音 果认什么都被淹没 那不可能 而且现在成名的大家 他更不会讲真话 他是既得利益者 他为什么呀 他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是赚你的钱 是不是 你看我问很多大家 我们不要讲名字 各行各业都一样 从政治的领导 一直到商业上的一些什么 打财阀 一直到什么 我们所谓的古董界的这些大收藏家 甚至于这些所谓的专家 他们讲话有时候看场合的 就跟我们的名嘴一样 他上绿台他就讲绿话 他讲上蓝台他就讲蓝话 他要上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跟你什么 说学逗上 他样样会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有所坚持 因为我们第一个不靠这个吃饭 我可以不讲几句这话 另外一个 我即便靠这个吃饭 我也要有一点风骨嘛 对不对 而且很多住国外的朋友 我是建议 但国外的朋友多学习中华文化 外国人 法国人我们都接触过 法国人 英国人里面 汉学家 很不得了 很可观的 还日本的 我都接触过 以前跟我们英国工作 有游往来 哇 那个人他涵养之深的 我们说 要做一个扎扎实实的中国人 不要做一个什么 一个表象 只能穿糖装糊糊人的 你要有内涵 好不好 我们在互相 我们在互相的一个鼓励 互相的一个激励 好 我们今天的诗书画印 它是这样的 小朱鸿章我特别要讲 因为很多人都视不得上面的字 有的时候需要我提一下 我们的title是嘉丽 嘉丽 朱鸿的 朱鸿印 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胭子红的 嘉丽 我们的诗书画印 印是指的这个印 印不是指的那底下的落款 什么雍正年字 什么什么什么 有的印字在那上面发挥 不是 我们的 它没有多大的意义 它只会配合到这个 这个瓶子上的画 我们送到的 你看 包括预画 包括宋慧宗自己的预画 它都在旁边提字 有的时候还提诗 提字提诗 它还数数款 它还经常数到什么 大观天 天字 现在被什么 后来被名城化皇利用 天字怪 那个天字就 据我的研究就跟了有关 好 这个嘉丽 他的落款 嘉丽 我们的 这个是属于什么 杨科的 落款 一个阴 一个阳 落款 阴科的 就是所谓的 白印 白印就是所谓阴科的 它悬空 这是事实 事就一二三四的事 时就是什么 时序 时间的时 事实 因为它是用那个钻体字 有的人不常看的话 可能不习惯 事实 清香 事实 清香 清香又用的是什么 阳体字 年年蜀境 秋风字 想见江南 摇落石 这谁的事呢 有名的 南宋的 江葵的事 江葵的事 年年蜀境 秋风字 大家晓得 我们这个所谓的 卢燕的话 卢燕 他要什么 南非都在秋天的时候 有点秋末 因为他马上就要迎接冬季的 北方的冬天 还能他受不了 他要往南非去求生 就跟人啊 要什么时间 什么时序 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经常回忆啊 我们高中时代 高中时代 一个是 我现在还是吹乐器 我们那时候 我以前怀念那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在管乐队 就是军乐队 每天要有个好朋友 相聚 除了班上同学 是好朋友 还有乐队的朋友 那时候来自于各班的 有功课很好的 有功课很烂的 大家在一起玩得很愉快 吹那个管乐 军乐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 我们在 中学时代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会谈一些对未来的理想 那时候很不成熟 但是也无拘无束 有无限个想法 无限多的想法 包括对未来自己的感情的看法 对未来的老婆的期许 对未来的工作上的期许 对未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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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对未来还想继续从哪个领域里面去做学习 那种种方方面面 还希望大家朋友能够什么 永远都能够一辈子做一辈子的朋友 那我现在又捡回来几个 我们从小的一起来玩伴 一起来玩伴 也捡回来几个小时 巴黎巴黎 我也很开心 因为网络 也拜网络之词 人家 因为我的网络 每天这样 偶封这么多东西 有人一起注意 老朋友一联络 证合我意 就是这个 卢燕的这种聚会 他就是在秋末的时候 他要往南飞了 他大家年轻的秋莫燕在一起叽叽叽叽叽的 就像 另外一首诗叫的 风 很有名 风靴 卢尾 就是风吹卢尾的那种 那个沙沙沙沙的声音 就跟年轻的大夜之间的交谈一样 那种很热闹 他们要南飞之前 对未来都有一种憧憬 也是一种求生 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也是在那个时间点 就做那样的事情 嬉戏嬉闹 就像单身汉药 结束单身生活 第二天要结婚了 还有个单身party 那种感觉 就是很热闹 热闹之中又带有一些离愁 带有一些感伤 又带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文人很会利用的文人画 很喜欢画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再介绍一些卢燕 前几天介绍 是白佑帝 我有拿出来设地 所谓设地 一个皇右帝的皇帝专用 证明一件一件的 所谓的 这个卢燕 所以卢燕 卢就是卢尾 卢尾会开花 各位小孩 都知道 卢尾开花很漂亮 我小时候住基隆 我们的基隆 漫山遍野都是这种卢尾 后来呢 我又在 毕业之后 我又在阳明山上班 阳明山的卢尾也很漂亮 那后来呢 我搬到淡水一带住 经常往大海这边去 经常跑金山了 有时候一段时间 我跑金山去吃个鸭肉 逛逛老街 沿途这个 所谓的卢尾 也开得非常的漂亮 卢尾花 我们小时候都去拔这个 用卢尾花 来做我们的一种装饰 而且也作为一个男生 我们小时候两个 一个是抓蚕 树上蚕 大黑蚕 小蚕还不行 小蚕是娘们用的 我们要上大黑蚕 因为大黑蚕落得高 大树上才用 小树上都是那个青绿色 大黑蚕 表示有英雄气概 小的时候 还有是拔这个芦苇 芦苇花 它那个芦苇花已经开掉了 我们还不拔呢 我们就拔那个这个含苞的 把那 经常手都割得鲜血淋淋 然后呢 把它扒开来 里面嫩嫩的 还带有那种水分 那种芦苇 哇 代表男子气概 我们小时候是 是这样国在卷存 所以现在还蛮 蛮怀念 我 对 我刚刚讲 我到处都跟芦苇结缘 甚至我到了英国的 住家 我住在 就是三区跟四区的交会 那个叫Arnold's Grove 那个地方土地很肥沃 水果树 随便一种 一个苹果 结的满满 连施肥都不用 我那个社区 我那个门前 斜对面 它那个就是公共的花圃 公共的 应该是公共的花圃 像行道树一样 旁边呢 种各色各样 它玫瑰是它的狗花 最多的 还有各色的花 因为英国人讲的 英国人不像 新加坡的公园 新加坡公园 整齐太画一了 你会觉得太将齐 英国的那个叫做 各色什么 什么东西 想象不到的都有 它从一年四季 四季比落 还有 有一摊 有一个大花圃 不是小花圃 大花圃 专种芦苇草 叫芦苇花 爱还鲜呢 我刚开始以为是荒废 我们这边经常有荒废的那个花圃 因为它自然长出芦苇 后来了解不是 还有人照顾 旁边干干净净的 就是这种芦苇花 我那时候有点的会心一笑的感觉 是不是很奇特 我们的芦苇 就是秋天的植物 还有什么是秋天植物呢 这是特殊的这项家带 它点缀的颜色非常漂亮 还有带有这种胭脂水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什么话 对了 这不是杜鹃 这是芙蓉 你看看叶子不同 花瓣也不同 芙蓉比较轻薄 比较柔软 没有杜鹃的这么硬 杜鹃号称我华中之王 有王者气 芙蓉呢 就是很飘逸 它就像个大家闺女 一个大闺女一样 芙蓉花 芙蓉也是什么 秋天的 它旁边躲的小小的白色的 那是什么呢 这边的黄色的 一看就是菊花 那一头山石旁边的 也是菊花 在白色的小菊花 你看小菊花在山石边 多美 这个多雅 然后空中飞翔的 大叶 大叶 两个在空中飞翔 头朝的同一点 大家什么 有志一统目标一致 有理想有抱负 就跟以前他们演的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啊 那个 学生啊 那个叫什么 综艺100是什么 是打拉拉拉拉 有一个有理想抱负的 背着书包 对未来讲的很多一些什么 期许的话 自我期许的话 他们的目标你看 都朝向那个卢尾 所以那个卢尾给人感觉 而且 我之前也介绍过 一讲传卢 这个叶跟卢尾在一起 本身就是我们讲 那个卢建那个音 从宋朝 从唐朝开始 隋唐开始 有了这种科举制度之后 发展到到了宋朝 宋朝有一种传卢制度 传卢制度就是皇帝要 建这些考上进士的人 尤其前几名的人 他叫做传卢 我们也看到螃蟹 我们有这种画过的刁割 螃蟹也加一个 那个就叫一甲传卢 传卢就表示你金榜提名 表示你要升官了 表示你什么 金榜提名了 就很多的吉祥的寓意在里面 所以这个被传下来 在更早之前 因为来自于北方 你看我们的池州谣 我们的家乡 河北生产的池州谣 河北是关内关外的一个 缓冲地带 所以有很多关外的民族 有很多西域的民族 有很多汉原 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 把西域地方的妖教 他们妖教崇拜了什么 大业 崇拜大业 而且妖教 他们把那个苏特文化 从西方带入 带入中原 他们就大院 而且大院还贤寿代 有的是贤寿代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寿代就改成这个 卢 卫朝 这个意思都讲 都代表吉尽喜庆 还有代表着王的化身 王 死了升天之后 就化身为 这个卢叶 他来照顾他的居民 继续保护他的子民 所以他有这样 他有这种真详 有这种 吉祥制度在里面 大家就比较安心 也是一种宗教 也是一种 所谓的正教合一 然后到沙满教 也是有这种 崇拜 所以一路的文化延伸 到了宋代的 所谓的慈州遥 一路下来 宋元明清 所以这跟汉文化的一个紧密的一个结合 还跟我们科举文化的一个结合 当然也是跟我们美学 艺术 美学 美术方面做结合 所以我们的画 所谓的宋画 宋代的花鸟画 所以卢叶 卢叶文是一个重要的文字 不能不知道 一定要 而且它有各种不同的搭配 像上次的卢叶文 我们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芙蓉 芙蓉大家知道 很多诗里面都写芙蓉 也写到芙蓉 在江边 还跟燕在一起 跟芦蓉在一起 很多的诗 你去查唐诗或者诵诗 都有 这样构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面 所以诗 它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非常美丽 又有吉祥的寓意 这个大燕在空中飞 我们上次的是 是站立 这是在空中飞翔 俯冲飞翔的 这是瞄准的目标 已经瞄准的方向 但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北方的明明桌 认为燕子还很好玩 我讲 燕子飞到南方会养肥 南方水有鱼米之乡 羊飞飞的 往北方飞的时候 飞不动 飞不高 飞不高 以前的人会抓烟 烈烟 他才来吃 食烟之肉 烈烟的文化 他用什么 他用个盾的剑 就像怎么讲 那个飞镖一样 他绑着绳子 甩出去之后 他会绕着烟的脖子 然后把烟带下来 他不是要射死它 他把它带下来 带下来之后呢 他活捉这个烟 所以烟 因为从北往南飞的时候 因为他饿得很瘦 瘦瘦 因为北方人都比较精实 南方的文化 就是南方是吃的地方 羊都肥肥薄薄 肥不高 所以容易被抓 所以他口中要含一个寿袋 或者含一个这种树枝 以防他被套 他可以金蝉脱壳 各位知道吗 要他能够有金蝉脱壳 他也是一种厌的求生 所以很多的意欲含在里面 都很有意义 好我们就把握一点时间 因为那个连续假期 最后一天 我们也不耽误大家太久 还有看看这个石头 这石头的颜色就很漂亮 这石头啊 这边我这边一个小石头 这边一个大石头 你看他那个春法 他的颜色跟他春法很特殊 我们在国画里面 所有八大春法 实际上不止八大的 该更浮复的心理 有什么解锁春啊 虎批春啊 虎批春用大虎批 小虎批了 批马春长批马 短批马了 直批马横批马 各种还有什么雨滴 什么雨滴春啊 云头春啊 还有七七八 很多 很多个春法 但像我们这样 这种横的批马春的 到大还不多见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 虎批春 干干脆脆 虎批春跟什么 批马春 我顺便再讲个小笑话 二十年前 我在英国 那个国家画廊 国家画廊 前面它有一个那个什么 鸽子广场 那边很多游客都会去那边 到此有一定会去照相 我居然也在那边 我也在那边休息 看话看累了 出来 我每天 我几乎每天都在做它那个什么 文化之旅 大英博物馆固定了点 大英博物馆 大卫德基金会 还有那个所谓的他的国家画廊 都是在伦敦市中心 很方便 好了 我居然看到有一个欧洲来的姑娘 我不肯定她 应该不是英国人 应该也是来英国那边玩 可能欧洲 不知道她是法国人 还是北历史人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看他们那些人讲话的口音 他不是纯英语 所以他长得很漂亮 但他居然穿了一个半透明的 一个披风 那时候天气热 也不冷 等我稍微离近一点看 我真的是吓一跳 他穿了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披麻戴孝 他当然不是穿的粗麻 中国人他有分远的 越近的 自己的子女 要他用粗麻 就是慎重最远的时候 到了比如说远房 慢慢远房的时候 远房的晚辈 就可以穿一些比较细的麻 他就是那个比较细的麻 穿起来像个大披风一样 还挺好看的 远干挺好看 近看我的麻戴孝 他就我们那个披麻 披麻村 披麻村 他就是一个 所谓的披麻 但他没有带孝 就是我们的方便大家记忆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 高贵的一个瓶子 我们上面也可以看到很严肃很严谨的一面 你可以看到轻松的一面 方便大家记忆 方便大家去欣赏 而且这个 要是能够上手 各位上手一摸 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观影 你不要一天到晚谈说什么道不道带 道带不道带 不是你说不是我 第一个是看 我们通过眼睛去看 然后有机会你去上手的话 你就比较出来 他的那个细腻度 他的细腻度 跟他的右光 他的保光 新品跟旧品之间的差异 新人你抛的再光 你做的再好 他的那种自首的感觉 是不一样 这个是顺手 那个是自首 还有一个 外表游是看起来一样 不是一样 差不了太多 你一上手有出招 毛毛操操的 那不可能是观摇了 观摇不可能做到那个程度 而且有的一拿下轻飘飘的 或者有的拿下死笨死笨的 都不对 你就要上手 我们之前有讲过一句话 恰到好处 就为之美 你要有视觉上的美 你还要有什么 质感上的美 所以你一上手的那种感觉 几乎 你不需要 多大的学问 坦白讲 你研究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慢慢去对那些大拍 有信用的大拍 你去上手 但很小心不要打翻眼 人家都会动辄上意 上千万 你可以上手去看 试试那种手感 这是很快能够进入状况 当然你基本功还是要先做一下 你多听听我们的课 比如说我们的课 你听了一百集 假设说你听了一百集 你在人家国际大拍的时候 有到了御展 有到了台北的时候 以前都在东区了 就是那些比较豪华的地方 你坐个列铁 就搭个捷运嘛 一两百块把打死了 你去走一趟 你上手一下 看看那种感觉 明朝的 尤其明初的青花词 上手的感觉 还有明初的幼里红 上手的感觉 还有清朝的新三代 康庸前词记 上手的感觉 基本上 你就会掌握到 相当一个程度 好不好 我想今天 还是假日 鼓励大家出去走一走 我们不要忘记 欣赏一下 我们这个美的事物 年年数尽秋风至想见江南 摇落实 看看这些大业 对未来的一种什么 一种期待 一种期许 所以人生啊 就是你活到 我的感觉要这样的 不要疑老卖 即便活到八十岁 倒还是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我们以前一个同事啊 不到六十岁啊 看见人生买菜了 我听了我就不以为人 我今天也六十岁好几了 我还是对一些事情充满了期待 还是对一些 充满了一些 我一直有的 人老心不老 一直要忽视这个赤子之心 就像这些大业一样 这人生过了才有意义 才能够充实 而且 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